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这个时间可能大家要 正在要赶着去吃午餐 或者是星期六早上在办的事情 可是我们却在这个时间来举办这场讲座 因为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的讲员是千山万水 跟我们连线 我刚才忘记问唐子明博士 他现在在那边是几点 可是肯定我们这里是上午 他们那边是晚上了 是很不容易要配合这个时间 可是无论如何今天这一堂的讲座是很难得的 各位真的很难得 因为今天我们要来谈话说中文圣经翻译 它背后的典故 它背后有很多历史因由背景 是影响了整个中文圣经的那个翻译 我们马来西亚人可能懂马六甲是个世界文化遗产 可是可能我们不懂马六甲对中文圣经翻译 或者在宣教史上是有举足轻重的意味的 等一下这一点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唐子明博士来跟我们讲解 唐子明博士目前是在加拿大西三一大学神学研究院的全球中文课程的统筹 他也是温哥华神学院的西伯来文和希腊文的讲师 同时也是UBC和KPU两所大学的历史系课作讲师 而且唐子明博士是多才多艺 他有好几本的著作 而且他也是基督教音乐事工送人旋律的总干事和创办人 非常难得 刚才唐子明博士问我 我先问他你是不是香港人 因为我看见他的很多Facebook朋友都用广东话中文来跟他沟通 他就问我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是呀是呀是讲广东话 所以非常的亲切 所以今天这一场讲座 我们马来西亚神学院以及智慧书局 还有我们内都圣经领袖培训中心 以及神学与文化研究室 非常高兴非常感恩 能够邀请到唐子明博士来给我们主讲 这个时候我就把时间交给唐博士 有请 谢谢邱全道 然后谢谢马来西亚神学院还有其他机构 邀请我很荣幸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中文圣经翻译 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我的PPT好了 当然我们谈到这个中文圣经翻译 其实这个历史很长 我们一小时里面不可能讲得太多 所以我今天重点就是想讲到关于这个中文圣经翻译在东南亚 就是大家住的地方在马来西亚在印尼 他们在中文圣经翻译过程时候有什么作用 其实一个短短的二十三十年当中 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然后改变了整个中文圣经翻译的路上 我想现在很少可能听到这方面资料 所以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当我们开始讲到一个中文圣经翻译在 比如说在南洋在东南亚的时候 我们先要谈第一代 第一代中文圣经翻译是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有大概是两个主要的群体在做这个圣经翻译 第一个其实是金星会的 金星会他们在印度那边做 为什么在印度做 因为他们在印度已经有在西南坡这个地方 西亚坡这个地方 已经有他们向这个印度人传福音的这个地方 有学校这个学校叫西亚坡高学 今天还在 如果你今天去到哪个地方还会看到这个学院 他们在哪边去 有教学 有扶贫 也有印刷 有很多的工作在哪边 后来因为得到有一个懂中文的 一个亚米尼亚人 拉萨的帮助 他本来住在澳门 是一个商人的儿子 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中文圣经翻译 详细情况不能多讲 只可以说在印度有金星会的一个 幻音圣经的一个群体 然后在广州当然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马里逊 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在1807年到中国那边去 就住在我们今天叫 哪时候叫十三行 就是一个所谓的13 factory 就是外国人在广州那边去经历相守 只可以行动的地方 他就住在其中一个所谓的一个行里面 就是不同国家 每一个国家有一个行 然后他住在哪边 当一个翻译员 然后在做翻译 那当时候周景其实第一代 大概在1822年 1823年已经翻译好整本圣经 其实第一个翻译好 其实是马俗曼跟赖萨 就是在这个印度哪一个金星会的宣教室 他们1822年翻译好整本圣经 新周约 马里逊其实是一年之后 翻译好哪本书叫神天圣述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 为什么叫神天圣述 神天圣述是1823年翻译好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先谈这一点 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第一代的圣经翻译 我们就不了解为什么第二代这个翻译是怎么不一样 然后它的重要性在什么 如果我要讲到第一代的中文圣经翻译的成绩和特色 首先我们要明白 其实在短短十多年完成两个中文译本 其实是很厉害 他们面对很多困难 也面对很多挑战 但是在十多年时间里面 比如说马里逊在1807年到1823年 已经把他新周约翻译好 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们还要想到 其实他们两个都用了一个天主教译本 这个天主教译本是由一个叫巴社 Sean Bassett有时候翻译成白日圣 或者是白月式都有 在中国通常叫白日圣 这个Sean Bassett 这个巴社译本他们用了 他本来是在一个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面一个版本 后来马里逊就操了一个操本 我们今天其实在香港中文 香港大学还找到这个版本 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scan 他们用了这个版本 所以在用字和写作风格上面有很多限制 所以如果你比较等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scan 就可以看到他们早期 尤其是先是马里逊 他用了这个版本 后来这个印度的金星会翻译员也用了 很重要一点 大家要明白 第一代的翻译者是没有华人读解群的译本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他们本来是没有华人群 为什么 首先金星会在印度哪边 他们在印度在工作 在翻译 很多时候可以看懂 他们的版本翻译都是当地的华工 也有部分是帮助他们翻译 但是他们没有读者群 对吗 他们没有华人这个写区在哪边 所以没办法给华人给这个feedback 没有办法给他们意见 马里逊也是 虽然他在中国 但是哪时候政府的规矩很严格 外国人在金乡 他可以在澳门去住 然后又坐船 一直到广州 广州只可留在这个时尚汉 一个很小的地方里面不能出去 女人孩童不能够跟他们去 然后他住在哪边不能离开 不能学中文 更加不能传达 对吗 所以他们其实学中文的时候 只可以请当时的华工在家里面工作 请他来到家里面工作 你可以问他 可不可以教我 你中文 马里逊就是在家里面慢慢去把它翻译出来的 所以翻译好以后 只有他部分的同工或者一个老师可以看到他翻译 根本没办法去让他们看 所以其实翻译出来的 那时候很多的真正的读者 是第一代的日本的读者 其实不是华人 不是当地华人 是在老在英国的美国的 支持他们工作的 他们每一次翻译好 就寄过去 我得告诉他们 啊我翻译好了 然后他们很高兴 比如说大英 圣经公会就说 啊我可以多给你这个资源 你都可以麻烦你多翻译 所以很多我们看来说的书信都是 呃他对象都是在海外 对于在四方那个支持这个工作的 所以不是本地人 那然后 当时他们也吃了很多文法书 今天没有时间讲的 马里逊也好 尤其是马里逊 或者马苏曼也是 很多文法书 但是虽然他们用了这么多八十一本 但是还要记得八十一本只有新月 原来只翻译到新月西伯来书 第一章 第一章一七零七年 巴士都死掉了 所以巴士根本没有把整本新月圣经翻译好 所以虽然 为什么马里逊哪时候用了 因为哪时候 呃呃我另外一个 我做这个博士论文讲过 就是因为他哪时候有很大压力 就是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 他希望来到在西方家会很多帮助 所以他就一边猛在说 啊我们有很多进度很好啊 请你麻烦你给我们资源 然后也是注意到在印度那边 他们也在翻译 所以大家有一点在竞争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用了八十一本 对 是用了 但是要记得八十一本 直到西伯来书第一章 所以西伯来书第一章以后的都没有 或者整本就约都没有 所以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两群翻译员都用了这个八十一本 但是很多部分还是他们自己翻译的 所以其实呃这个工作很艰难 也是很巨大呃他们做了很多 那如果你有机会比照 那我就比如说罗马书呃第二章啊 啊然后啊这是马里逊他的神天圣树 啊这是之前呢 他信愿的部分 然后八十一本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时间比照 几乎像是一模一样的啊 所以啊我们知道知晓 比如说尤其是保罗书信 啊马里逊用了很多八十的一本 那对后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 用什么文体啊 用什么写写法很重要 我首先告诉大家本来在印度的 金星会他们没有 金星会初期的比如说 在他们翻译的呃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只是没有 但是到了他翻译约翰福音时候 呃他就开始也是用了 他终于有机会 他因为他知道马里逊有这个 这个从天主教呃 呃来以前大概一百年前 翻译好这个版本 那么后来也有机会拿到 然后可以如果你比较 两个有开始上市了 所以最后两个版本都要很多 用了这个八十一本 那所以先给大家一个印象 是关于早期的第一代的翻译 所以当我们看第二代的时候 就有一个呃 了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第二代啊 啊怎么重要啊 第二代的翻译 其实啊开始是呃 呃米莲这个宣教士 米莲 在一八零九年成为伦敦菜会 或者伦敦会 看你这个翻译怎么啊 这是LMS 这是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这宣教士 他成为年后他就 四年之后他就到本来 拆过去广州 去帮助马里逊 他在这个四年之中 呃呃呃尝试去读中文 然后也从比如说用了 马苏曼的中国研发 去学习中文 但是呃他去不了广州 他当他到了澳门之后呃 澳门当局不容许他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澳门很早以前 已经这是普通亚人的地方 普通亚人都是一个天主教的地方 天主教哪边的耶稣会 他们这个势力很大 他们不愿意有一个摆明 是不是算上人 是摆明是一个算教士了 这基督徒的一个新教 算教士来到他们当中 他不容许 但是呢就因为这个所谓 canton system 这个广东这个金箱 这个系统 这是这个乾隆开整 这个所以所有外国人 只可以停留在澳门 除非你是金箱 或者是金箱有关 比如说做翻译 你才可以到十三汉 就是好像马里逊 马里逊先到十三汉 广州后来拿到一个 呃为了动印度公司打工 但用翻译才可以留下来 但是明年不是 他只是一个成教士 阿门哪边不愿意他留下来 然后他提议不如我也为这个在东印度公司打工好吗 马里逊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马里逊已经为他们打工 然后马里逊知道 如果你为了这个东印度公司打工 一方面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就是因为哪时候很多英国的商人都在卖鸦片 如果你再帮他们做这个翻译 你不能够避免要帮助他们这个卖这类的工作 所以他不想他自己已经在做了 所以他都不想那怎么办 怎么办法不能留在澳门也不能去广州 也回到英国也不行的吗 最后他们确定什么 不如我们去这个去东南亚地方 因为哪时候有不同的地方 有外国人的港口在哪边 比如说马路加 或者是并城哪时候并蓝鱼还是照 或者另外这个印尼的这个Badavia那个地方 所以不同的港口有很多外国人处理的港口 可以让他去住在哪边 因为他们都选择了马路加 因为马路加一方面是蛮靠近中国 最重要是很多华人在哪边 所以他觉得不如如果你不能留在广州 你都去马路加吧 那我就很有幸 刚才跟邱晨道讲过 有没有来过马来西亚 我来过几次 有一次有机会去了马路加 一天虽然哪时候我没有做这个圣经翻译 还没做这个圣经翻译工作 但是去了哪边 当天去了看到很多哪边的建筑物 然后我忘记这个小河这个叫什么名字 我记得旁边可以坐在吃饭的 我记得哪边我就坐在哪边这个吃午饭 这个很享受 我就很希望神在给我智慧再去马来西亚 我可以多抽船再告诉我 有这个米莲师母他的墓地在哪 背在哪边 米莲是马里逊最合适的排档 为什么 因为他很有能力 你看到谦卑 有能力一方面是可以做马里逊 希望他做工作 但是谦卑他顺服马里逊 因为马里逊不是容易去配合的一个 虽然是我们的线嫌 但是不容易配合的 因为一开始他本来1807年 伦敦才会安排另外一个派当给他 但是他们一个Dr. Brown 但是他们没有出发之后吵架了 所以这是不容易配合的 但是米莲是一个很谦卑的 很年轻一个小伙子 但是年轻 但是有能力 所以他在短短 他其实1815年到马路甲 1822年已经死掉了 所以米莲只有7年在马路甲 但是他做了 马里逊一直想在中国做事情 他都做完了 所以他是超成功的在马路甲 他做了什么 他向华人传福音 他开办学校 他写了这个印刷 写事 然后印字圣经与基督教中文汉物 如果你看那时候很多出版的 有时候早期这个19世纪的 很多马女兄的明年 他们出版都是写马路甲出版的 所以有很多时候就写英华苏苑 大家知道英华苏苑 就是那时候开始建立 就是刚开始 后来搬到去香港 那是在哪边办学 全福音都是他们在广州不能做的 因为在广州都是秘密进行的所有行为 然后因为马路甲的华人群体 成为米莲的福音对象 所以他的福音工作或者文字工作 跟马女兄不一样 本来他们一开始就想到 不如我们 其中一个目的是 因为马路甲有很多华人商人 他们很多时候可能是来自中国 他们希望把福音传给他 他们如果信任耶稣 或者把圣经带了 可以带回中国去 那就可以把福音播种在中国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本地还有很多的华人 然后米莲他曾经讲过 他本来去中国的时候 已经学过他哪时候叫官话 就是一个今天叫普通话 或者是马来西亚好像叫华语 对吗 或者是国语在台湾 对吗 就是一个普通话 他本来以为想当 然后一点 懂一点点广东话 他可以在马路甲去那边传福音 但是后来到了马路甲 他说原来不行 你认为他为什么不行 他说他们不讲官话 也不讲广东话 他们讲后面 所以我要多学一个方言 所以他有很多文化下面的冲突 但是他成功 他一方面去两边传福音 另外一方面开始做很多 我们发现是早期天主教徒做的 就是出不同方法 因为他终于有机会结束群体 他就觉得如果你先给他一个圣经 他不代表他会认识福音 他不会信耶稣 你还要做其他工作 明年是第一个开始用中文写四方模式的月刊 第一本就是差事述每月统计转 就是他刚开始 好像一个媒体 每个月一份 内容是什么 内容有很多 比如说讲到圣经 讲到欧洲预言 讲到西方知识 跟以前的耶稣会 他们在明朝 明末跟清朝做的一样 甚至旁经 我发现 我以前都不知道 当我看的时候发现 旁经的故事都有 比如说有一个比尔与带龙 这个Bell and the Dragon 那个故事 他都放在里面 因为他觉得有趣 他就放在这个故事有趣 他可以引起当地人 对这个圣经的好奇 所以他就跟他们讲 所以如果你看 其实现在很多这一类的出版 当时出版都可以在网上找到 其实世界上很多图书馆 我只要开放 然后是免费的 你可以下载 最难是找到这个名字 因为如果你不能知道名字 找不到 然后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 因为是做中文写的 所以你看到哪时候他已经有了 然后他有一个别名叫博爱泽 那时候当时第二代常常有 第一代通常是用自己的名字 改成这个 比如说马里逊 马苏曼 第二代觉得 这个四方的名字不好用 我就不如加一个别名 所以他不会写米联 因为米联这个名字太海外 太外国了 他说博爱泽 然后他 就很多 比如说是自私的 因为觉得华人有兴趣 他的这个 讲到这个地球的运行的图 然后讲到圣经故事 整体是讲到 这个所罗门王 跟两个妓女 他们两个是产儿子 两个故事 讲到所罗门王这个智慧 然后大家讲过了 你看才知道 原来他也讲过 这个旁信故事 这个比尔尔代隆 里面讲到一个 在波士王里面 有一个拜偶像的先知 他们说这个偶像是真的 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吃掉 你们奉献给他的食物 当然你说不行 不可以 肯定不是 他们就打赌 说如果明天 那个神 把所有食物吃掉 那这是真神的这个偶像 好我们打赌 然后王帝 看到他们封线 然后把门关下 然后这个庙关下 第二天打开 发现原来所有食物吃掉了 然后说 当然你是错了 当然你说 你看你看地下 原来当然你在 之前一天晚上在地上 放了这个面粉 然后他在地上看到很多脚印 他就知道原来是 那个偶像的先知 在晚上有个密度 密到这个开门 密门的时候 开进去 把所有 把偶像的食物吃掉 然后就说 长成是偶像自己吃的 然后就 最后发现 答应你说的真神才是真的 所以 虽然是庞进 哪时候对庞进 那个抗拒也没有今天那么长 所以 所以 米年也用了这个故事 然后更有趣的是 是米年 也用了 那个天主教以前方法 写了一个中文福音小说 其实今天 写小说 就是今天 跟真正人晓得 我们以前可能几十年前 还有 比如说日本的三浦林子 他们也会写一点这个小说 今天根本没有人写了 对吧 写小说 很多时候被人 骂成这个 这个送土工作 没有传福音 所以 这个写小说不太讨好 我觉得 但是哪时候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觉得 要传福音 要用不同方法 因为他真的可以接受 这个华人 写了一个很有名的 叫张远良友商论 张远是两个名字 一个姓张 一个姓远 张远良友商论 这是两个讨论 一个基督徒 一个非基督徒 讨论究竟什么是基督教 因为那时候很多关于基督教的误解 或者被人去故意散播的谣言 关于基督教怎么男人的眼睛 当成一个楼梨 什么 或者是吃血 柔 喝血 是一个 很多这一类的对西方传教 是不利的谣言传言 所以他们就把两个华人对话写成一个 然后张远良友商是十九世的最受欢迎的中文基督教 传教说 很多版本 我自己都收藏到我想好像有七个版本 或者八个版本 很多很多 虽然比不像 耶稣会 马若瑟以前写的儒教信 儒教信差不多一百年前的 也比不像这个儒教信的文学水准 但是可以看到两者方面的文字方正上面上次 这是除了翻译圣经 还有用其他的作品 那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们觉得只用圣经 还是不够 还是需要用其他的出版 这是张远良友商论 这是1817年的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比较晚的 1854 1906年这一个他们改了 把它语言 因为这个长远这个语言 有点很小 这个人用这个性别 对吗 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语言 是不是讲的人名字 或者讲到长远 所以他后来把这张远 就把它改过这个名字 但是同样都是米连这个 所以很多版本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看 你发现 看这个版本蛮好看 你从前有两个好朋友 一名张一名远 他们两个人同行 路见上轮古今 然后圆月 那如果有一点的文字是古字 对吗 但是基本上的写法是蛮文白话的 对吗 不是文言文 甚至比张会小说的更白话一点点 这是很容易 我们今天都会看得懂 对吗 所以如果你看米连的写法是跟以前不一样 这是 如教信 如教信的写法是跟张会小说很相似 如果你记得你以前看这个三国演义 或者是红楼梦 一开始就有一个诗 对吗 我们广东话叫打游诗 对吗 打游戏 然后打游诗 然后才开始上回分解 什么都讲过去 对吗 所以也是一样 所以张会小说也是处于中间一个问题 其实米连写的更加 比较靠近白话 也让一个很重要 重点就是米连 其实是第一个 讲到关于用什么问题的 他提过 其实马里逊 以前想用那个比较中间问题 这是张会小说 后来看到圣越 就是广逊这一类的问题 更想用 什么是圣越 圣越就是比如说康熙以前写的 就是教百姓关于伦理的政治方面 这很简单 这是中军爱国哪一类的 但是他康熙当然是最漂亮的文言文 对吗 拿到去农村 他们农民怎么听得懂 对吧 你念这个文言文他们不懂 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广逊 比如说声誉广逊 这是用白话写的 哪个年代没有其实白话文 白话文在中国真正出现 其实是五四年代 1919年对吗 一百年前没有 一直以来都是用文言文 中间在明朝 清朝开始有这个所谓张维小说 张国演义 随乎转那种 但是主要是为大家去讲书 讲书这个老师讲书 大家可以听得到的 但是写出来大家看不起 因为所有世代夫都是写文言文的 你考科举都是用文言文的 所以主要正式的写作只有文言文 张维小说只是为他们写小说的 这个广逊 基本上是给这个 看不懂这个文字的人听而已 但是基督徒不一样 基督徒的目的不是要 去表现自己很懂的 他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写出来 很多人信耶稣 所以基督徒其实 自小米年一开始就看到 其实我们应该用比较简单的文字 所以他就提到 其实马里逊也想过 因为为什么好用 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明白 然后读出时候 听众可以听得明白 不像文言文 他就说 他说张维小说读出也可以使用 但是不集结种普及文体 这么容易明白 然后经文在长大时 可以直接引用 不用现有口语转换过来 原来这是其中一个 所谓声誉广讯 我们找不到 比如说这部分就是声乐 这部分就是一个广讯 就是解释这个翻译 白话的翻译 其一幅上是写什么 是用白话写的 但是那是很小很小 但是明年说 为什么后来马里逊没有用 他说是因为还是 因为他想到 最后还是用中间的 因为这是怕知识分子 觉得他用白话文 他们觉得写出来是 粗俗感很多 他们不希望中国人 尤其是知识分子 看不起这个 用白话写的 所以最后他用一个比较中间的文 的话 那最后这一步不是太准确 为什么 因为马里逊为什么用了他的写法 他写的文体其实是受巴士译本影响 大家记得吗 因为他也是用了天主教译本 这个天主教译本是在 一七零七年最后完成的 所以在比马里逊的年代已经过了一百多年 在四川哪个地方翻译员 所以翻译完了 所以其实马里逊改不了 因为他用了这么多巴士译本 其实马里逊的文体是巴士译本的文体 所以他可能真的希望用比较普通的普遍的 但是他改不了 所以如果你看第一代的翻译间 等一下我们会比较一下 第一代的翻译其实是很难看得懂的 很识意很难看得懂的 米年不想 米年想改过 所以你看刚才他写的 比如说月看或者看谁的书 或者他写的小说 其实米年用的文体是比较平白的 为什么 因为米年真的可以结束华人 马里逊不可以 大家记得 马里逊可以 但是马里逊没有这么多的读者样态 最重要是他已经用了这个文体 他改不了 后来他看到米年听马里 米年讲 原来他多结束华人读者 觉得其实应该改变过来 所以后来米年其实这个写作风法 跟马里逊第一代不一样 这也是改变第二代的写作风 为什么第二代影响我们中文声听翻译 就是因为第二代有机会去结束华人 然后他们觉得 如果你用这个直译方法翻译 他们看不懂 如果你看米年他也做了 比如说他说相讯 52字 那时候很明白是抄这个圣域广讯的 对吧 同时用这个讯那个字 用来什么 他在开始写也涨到了 他为了为什么写这个 他写这个就是为帮助 如果大家读出来 大家明显可以看到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中文圣经翻译 我们看这个白华 第一本就是南京一本 大概在1856年大概翻译好吧 但是正式的一本 白话的 用白话文的翻译好 这是北京一本 是1872年 所以跟现在这里 其实有半个世纪 50年的分别 但是50年前 米年已经在想了 因为米年有机会 结束当地的马路甲 哪边的华人 这是一方面 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翻译这个方法 好吧 另外一个 在马路甲里面很重要 这是培育了第一代的华人记录图的跟领袖 只有两回案例牧师是有这个马路甲 马来西亚这个关联的 第一个是梁法 梁法这是米年去马路甲的时候 在广州过去帮助米年印刷的助手 因为每天在看这个 韩雯妍要跟米年讲话 所以后来就当了基督徒 也是后来马里甲 第一个案例的第一个华人牧者 大家知道是新教的 但是他 启蒙的时候 其实是跟米年的 所以他受米年的影响 其实比马里甲更多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啊 何尽胜 或者何福堂 他是马鲁甲 这个英华书院学生 这个何晋 圣其实很有名 因为他是早期 也有跟这个 James Legge 这个 李雅各一起做 这个圣经 那个 翻译工作的 他的儿子也很有名 他其中的儿子叫 何 何 和 何 神 何 那是 短称何 何 是谁 何 是一个 孙中山先生 的老师 他本来是一个 他是一个有名的商人 很有钱 但也是一个 啊 医生 也是一个医生老师 当孙中山先生 去这个香港医学院 这是香港大学 前生读书的时候 何晋 就是他老师 后来孙中山 做这个革命工作 很多时候有危险 或者需要这个金钱 这是何晋 帮助他 因为呢 如果你跟我年纪 差不多 你这以前 香港机场 叫起的机场 对吗 起的机场 起就是来自这个 何晋 所以他是 其中两个人去 啊 负责去开 香港这个第一个机场 的其中一个华人 很有名 今天你还是可以到 何夫团 哪边就叫回哪边去 啊 早期华人 啊 很重要 另外 除了华人 也是 造作了重要 第二代的来华神 教师 有两个神 特别跟大家讲 啊 在我们讲到第二代 讲到这个 翻译方法之后 一个是麦都市 Water Matters 另外一个是 郭时 烈 啊 啊 靠 古斯拉 啊 所以两个很重要 让我先 讲一下他们 然后跟 跟大家讲 为什么他们 这么重要 那麦都市 是一个以 印刷技工 身份抵达马路甲的 1817年 啊 很有趣的故事 他来到马路甲之后 因为他天资太高 他好快自己会学懂很多语言 然后自己去参与福音工作 有点像这个史蒂凡 对吗 在行动行动 史蒂凡本来是管饭菜的 对吗 他记个执事 本来是管饭菜 他走去跑过去去传福音 最后被杀了对吧 麦都市一样 本来是应该是 看管这个印刷技的 但是他自己学会很多语言 给他开整福音工作 最后他根本就不管这个印刷了 这样明年写信给伦敦会 他说麻烦你拍一个 机极比较平庸的过来 好吗 不要猜一个节目厉害 好吗 给一个好好安分 做好这个印刷工作 就可以了 我现在没有人了 他来到他自己跑去传福音 所以很有趣的人 但是后来他也是一个这个性格很长的人 1820年虽然米年跟马里逊这个配合很好 但是米年他的管理有一点问题 因为米年的管理好像马里逊 他跟这个恩师马里逊很相似 但是对下一代年轻的心来到哪边 这个东南亚南亚的参加师来讲 你觉得有一点管得太严 有些是比如说不允许 比如说麦杜斯去传福音 所以很多时候1820年有几个离开 包括这个麦杜斯 麦杜斯离开以后是去了印尼找花 那时候他的翻译是摇楼巴 然后去哪个地方叫巴德维亚 巴德维亚这是今天的耶加达 后来独立之后改名字 但是当时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西方殖民旅首 叫名字叫巴德维亚 这是巴德维亚 他一直在1822年一直留到哪边 到1830年后来到不同地方去 1843年最后到上海去 那边定在哪边 麦杜斯有很长语言能力 有大量作品 有地理 有护教作品 也有这个圣经作品 也有这个约翰 跟这个米莲很相似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虽然他跟米莲大家吵架 但是他做的方法跟米莲很相似 这是我叫这个第二代在南洋 培养出来的信徒 他们跟第一代 马里逊跟马族很不一样 因为他结束华人 他看到华人习俗 他看到华人文化 他们想很多方法去 引起他们的兴趣 比如说做地理 做科学的写作 然后看到他们一些 或者习惯跟基督教不一样 他就希望他们改变 比如说麦杜斯写关于马族 然后关于清明上墓这一类的 然后他讲圣经写约看 然后也写了很多不同的 比如说字典 那时候他们都是很有才华 神给他们很多恩赐 做很多工作 只是当时候麦杜斯做一个看物 有当时候这个地图 大家可以放大一点看一下 你们记得马来西亚 这是冰南鱼 还是叫冰南鱼 没有叫冰城 马路甲他没有把纯棉写到 他写夹地 就在下面 下面是冰城 下面是马路甲 然后这个亚楼巴 就是这个加法了 就是印尼 然后八成都是把它维亚 都是在下面 现在这个亚加达的地方 所以哪时候东南亚对他们来展现很重要 因为东南亚才有这个读者看他们书 哪时候才没开放 大家一起的 这个鸦片建设 1839年到1841年才才开战 然后这个开放五港口是1842年之后才开始 所以一直从这个1817年 一直到1842年 他们其实除了你走势 不然你不能够在中国里面去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宣教师都在南亚 在东南亚去 所以对当时候很多这类的宣教师 他们思想也很大改变 这个就是马祖婆 三日之论 讲到这个马祖的敬拜 这是很多 比如说 尤其是福建人他们 拜的一个马祖 对吗 他就看到这个 敬拜这个 偶像很重要 所以他就希望 希望他们改变 所以写关于这一点 然后清明也是一样 其实麦都市比较年老的时候 我们很小他的相片 但是他对中文圣经分享很重要 今天我们讲的很小 因为后来他更加去负责这个 尾办译本 这是第一个文言文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多讲 但是麦都市是很重要 很低调 但是他很多作品 到现在还没有译本 很详细关于他的出现 很可惜 当然如果神有机会开门 我可能写一点点关于他吧 他护照作品 曾经引起当年很多华人不满 甚至把他所有书 把他丢到海里面去 他就把他杀掉 所以他后来就知道了 所以他成福音 他明白 不能够太强势 跟以前天使教一样 天使教以前耶稣会通常是比较怀柔的 因为耶稣会比较明白华人这个文化 比如说 比如说利马道拿下 后来去的比如说 Franciskan他们通常比较强势 比如说这个 礼仪之争也是这一类的出现 基督教也是 新疆也是 然后他在新加坡 如果你们有新加坡的朋友在这里 新加坡第一份的刊物 general of the two along the coast of Java and Bali 首份英文的刊物 则是麦都市出版的 所以在新加坡 现在如果你可以看到他的资料 然后他三四年离开讲话 全新发展华人施工 在我们讲到第二代这个翻译 再多一个角色 我现在很在意这个实践 我在看得很小心 尽量把它讲完 古时列 古时列 Goslav Goslav是在1827年 前往这个 爪哇这个巴德维亚 去当顺照师 很一个很独立的人 很有自己性格的人 一年之后不满意 他用这个独立顺照师身份 在泰国传到 传到三年以后 自己确定 我还是到中国去 因为中国其实开门 其实没有开门 他就去英国上学 因为他很有语言能力 他学懂很多语言 比如说他懂官话 他懂粤语 他懂后片 他懂客家话 所以很多当时候 比较在华人 东南亚华人写 去多用的几个语言 都懂了 对吧 也懂马来文 也懂泰文 也懂语文 很厉害 所以他懂很多 他就说 不如我就当这个 英国商城这个翻译 就到中国去了 他后来真的去了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参与走势活动 因为那时候 因为这个 这个广东系统 根本他们 不能够离开这个13行的 所有在可以跑到其他广口 都是走势 当然很多走势活动 当然当然对吧 因为不如是外国商人 也是本地华人商人 很多卖鸦片的 因为其他地方都需要 所以很多时候都透运这个鸦片 然后有外国人 然后过时列州之当中 他才华洋溢 不去小职 刑事带胆 是一个很受被争议的 比如说就在这个 走势团上面工作 已经很受争议的 我自己写他 关于他 我在书里面给了一个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评价 他说他 我说他写文章反对 贩卖鸦片 总的与要务 帮助人去读引 却在卖鸦片 传向工作 换取进入中国机会 他签署不平等 调约者帮助英国当发言 也提供 他提供关于中国情报 因为他走势 他看过 他其实也告诉英国人 哪个港口比较多清兵 哪个港口不对 他有帮助 但是他很喜欢中国人 他念念不忘 深入中国全家印 他络于穿着华人服饰 刚才他穿着 这是一个 福建人的渔民的服饰 很如相随俗 其中因为最信赖华人 他开着华服会 就是请华人把福音书传过去 他就很多 比如说李肯 我就给你 神经 我就给你钱 麻烦你把 树传出去 大院当中很多是拿钱 没有把树传出去 但是他很乐意 他写很多书 但是很随信 很多时候写的 不太 其中一个跟他有合作的 被资门 被资门是很有名的 当时一个美国 第一个到中国的孙教士 他在1836年 那是英雄 请问他什么 他用资质方式大量写作 他常常写得很好 有时候很优美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什么东西是完稿的 他很小重写我改正错误 差不多每一次字 这个Chinese repository 就是中华重论 每一行文字都要经过我改动的 所以我最后花很多时间 所以他是这个性格的一个 很专奇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很瘦 大家可能记得这个戴德森 戴德森内定位 戴德森对这个国史列很尊重 因为他是第一个真的深入华人写去 把外国人的西方人的服饰 脱下 穿着 落于进去一个内地里面 所以戴德森对于这个国史列 觉得是一个很现贤 真的很尊重 他做很多写作 他写英国的历史 大英国统治 你们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学者 我特别忘记他名字 他也很有名的 他是做这个 马里博士列的作品 等一下如果我看到解本书 告诉大家 是吧 是我一个 在住在马来西亚 一个长辈 也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也出了这个很务 东西亚考 每月统计转 跟明年很相似 对吧 所以明年 如果你看明年 你看麦都市跟国士列 他们他们很多很相似 做的工作很相似 都是第二代 在这个南洋 培养出来的 圣教是一个特色 你看到谁 关于主耶稣 他也是第一个 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 欲文的 在这个信教里面 但是如果你懂欲文 你看 全都是用拼假名的 全都是用卡特卡 所以很难读的 都是用拼音 翻出来的 这个版本现在在 英国的建筹 这个 任 任 灯 蔡威里面 我有机会看过 但是是 国士拉 翻译的 然后他写的 他 以前 还没开放 你看到 1831 1832 1833年 的时候 他已经在不同的地方 在原 暗 暗 的时候 在传福音 长大在中国 内地里面 去 不同港口吧 去传福音 但是是不允许的 所以都是走势的 然后他后来也翻译 这个等一下再讲 他后来翻译 整本就约 他重新翻译 按照他们 一个所谓 四言小组一本 这是我下一部分要讲的 四言小组一本的风格 去翻译整本就约 可是他年老的时候 有时候读过一段历史 有时候他们翻译 把它过时 呃呃 呃 拉 就是希腊的拉 但是我为什么后来 改成过时列 是因为他自己的 签字 是用列 打列的列 所以我就用他 自己为自己翻译字 那 讲完整一个 有很重要 跟大家讲 呃 过时列讲过 他再有一次 讲到这个翻译 方法 他提过 他说 以前 欧洲学者 最大问题 其实往往把中文 暴藏在四方形式里面 比如说 他说第一代的 呃 圣经翻译者 认为把神的话语 尽力 足之之意出来 就是他们责任 我们当然用中英语言文 把圣经翻译出来 作为一个翻译者 我们也要学习 中国人的智慧 一边把圣经每一篇 一边把圣经每一篇 意思翻译出来 一边用当地人 接受的语法 写出来 其实很重要 可以把这个第二代 在南洋 这个 培训出来的 圣教师 尤其是西方圣教师 因为 那时候 华人就是 信耶稣 他也没有这个语言的能力 去翻译 所以一定是 四方圣教师 但是他们从这个 系统出来的 他们 想到 华人听众 读者 明不明得很重要 不是 我觉得 我把圣经 把它翻译出来 直译就是完成了 第一代不一样 第一代最重要是 翻译好 然后告诉 四方的教会 麻烦你支持我 再做这个工作 在印度 或者在广州 第二代 他真的翻译好 拿出去 你们看 懂吗 他不懂 怎么办 存不了 福音 对吧 拿着要改动 所以他们 每一天都想 我怎么去把福音 用他们语言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 后来 但马里逊 常常说 他要把 自己的翻译 改动 麦都士 哪时候还是 一个年轻小伙子 他1826年 已经把他 这个收定本 给马里逊 都是他 看过 马里逊 翻译 他的字 刚才讲过 他本来是 做印刷的 对吧 但是他自己 很有才华 他自己在 重新做一个翻译 给马里逊 看 你说 他说 马先生 你常常说 你要把神天神书 把它改过 我都改动过 麻烦你看一下 门不门意 马里逊 虽然表达要收定 但是不代表 又重新翻译 对吧 他看到这个 麦都士翻译 杀了一条 为什么 他完完全全 把它语调 语法改过了 因为麦都士觉得 他根本 你用这个方法 翻译 他们看不明白 因为马里逊 是收这个 巴西一本 一百年前的 也都他很多 第一代都不懂 怎么去翻译 是没有 他用的比较 执意的 尽量去执意 方法翻译 所以很难看懂 马里逊的 语带 讽刺 我只想指出 我翻译中的错误 跟遗漏 以着处改良 但是如果 我要传横 接受 你建议和改动 不如重新翻译 所以马里逊 其实不高兴 马里逊不喜欢 麦都士 所以哪时候 很年轻 后来我们知道 麦都士给他 这个叫 福音朝合 怎么叫朝合 这是把福音 整个 这是所谓的 Gospel Harmony 是福音的 整个主页 耶稣故事放在一起 不重复的 所以你可以 主耶稣诞生 你用马太福音 然后主耶稣出来 你可以用马太福音 但是不会用两个 出生的 故事放在一起 所以整本 都是一个Gospel Harmony 那如果你看 你已经看到 他这个翻译很像 其实很像 我们今天的白话 对吗 我们看得懂了 对吗 一点都不像 我们看尾巴一本 他们困难 正暗示于在 公堂教训之间 却有妇女 这个风 衰弱 有点 还是骨质 但是大概 大家可以看得懂 对吗 所以其实跟第一代 马里森很不一样 我没有机会 给大家再看 等一下我给大家 一两个句子 好吗 麦都士后来引述 他说其实梁法 只是应该是对的 因为他应该不可能 乱说梁法的坏话 或者乱说梁法 说马里森的坏话 但是是从麦都士讲的 所以我们不是从梁法 自己讲的 他说引述梁法 对马里森的译本 他说梁法也觉得 马里森的翻译本不太好 他怎么说 他说梁法说 我们现在有的中文圣经 这是马里森跟马祖玛 他们两个版本 这蛮奇怪的 中文读起来很不通胜 翻译员固然 尽力保留原文的味道 但在中文写着风格 和成语使用方面 全部成功 只是他后来希望 伦敦蔡卫跟大英 圣经公会用他的版本 引述梁法说的说话 说你看梁法也不同意 梁法是怀言 但是马里森中医生都没有接受 麦都士收定意见 有部分作者说 麦都士是马里森 那个选定的结认人士 是不对的 苏金台湾这个作家已经讲过 我的书也讲过 但是他中期医生没有接受 因为他风格跟他很不一样 但是他那时候 死后三个月 麦都士者马上向圣经公会 这大英圣经公会 提出重义圣经 申请 他讲了一句说话 后来变成他失败了 我觉得其中原因 他说 再没有一些低层次的耕性考虑 去主要我们进行 高层次的收定工作 去尽量让正文圣经 意名和 即被正文受落 他说什么 No inferior ideas of delicacy should be allowed to interfere with the superior consideration of render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as intelligible and acceptable to the Chinese as possible 那其实什么叫 inferior ideas of delicacy 就是我们顾念到 是马里森翻译的 我们不要受 因为马里森翻译过 我们就不去 做一个 superior consideration 这是比较倒叉 这是考虑 我们重新翻译 所以他讲起来 在马里森死后 三个月写这段文字 后来让很多人不满意 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 但是他意思是什么 他说 我们翻译圣经最重要 我们不要因为 我们尊重马里森 我们就不去考虑 重新翻译圣经 然后他找了一个小组 叫私人小组 找了波斯拉列 然后找了 贝志文 就是刚才讲过 第一个美国的身材 也找到他也蛮 Department Department 他找过 马里森的儿子 马如汉 他一起成立 这个私人小组 第二年 出版了一个 私人小组译本 其实大部分 是 麦都是自己翻译的 郭时列 都 就越才帮助 贝志文 是新到中国 所以他参与不多 马如汉 其实他中文蛮好 因为他是代替他父亲为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牧师 所以他在翻译圣经上面没他父亲那么厉害 所以他其实只是一个挂名 就是四个人他们做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我们很少看到 但是很重要 我用最后这个五到十分钟了好吗 就讲完这个私人小组译本 为什么这么重要 私人小组译本是他们第一个 第二代这个翻译 是第一次用的比较异议方法 第一代马里逊马苏曼用的很执意 也受到很多巴西日本影响 第二代这个终于脱离这个影响了 他们想到就是因为几个 尤其是麦都是跟郭时列 都是从一个东南亚 南亚这个参照系统出来的 所以他们有机会结束华人 他觉得如果你讲的不明不白 他们怎么去信耶稣 所以他做了几个改动 到今天都有改变 首先是中意意义 这是一个paraphrase 这是不斤斤计较这个每个字 总之比较通顺息比较好 今天如果你看中文圣经 就是比如说 台湾以前现代中文译本 或者现代中文译本收听本 或者是以前当代福音 现在当代福音收听本 或者英文的the message the message就是最意义了 对吧 或者是这个new new new thing translation 哪一种 比如说成天圣书 其实很难明白 他说其以神之言 训义等 这个义本来都是古文 对吗 所以当然这个字是很难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讲到主耶稣用神的话语去 教训他们 在新小组 他说耶稣全道 这很简单很多 对吗 就改过了 没有他以前 然后他 比如说 在这个 也去说很难 读也很难读 用博语不读了 神天圣书 讲到什么 他改成 暗示欲 沙巴日 已经是一个旨意的 所以不明白的 他改成暗示欲 也是今天用了的 情心 邪恶 救命 杀命 所以 中无出生 至少还是有一个 大概是有一点点文言 我想不能说这个文 不能说这个文理 或者文言 风格 就有点中间 我觉得还是 但是至少 比上面的一个 很简单很多 对吗 容易很多 所以他觉得 如果你翻成这个 谁可以看得懂 对吗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翻成 比较容易看得懂的 所以 其中一个就是把 自己把它翻译成 比较通顺 第二个刚才讲过 用异议字眼 加强翻译的可读性 不要常常用这旨意 以前是如果 想不到用什么字 这旨意 对吗 这旨意 旨意就是 最旨意就是印译了 对吗 把这个声音 翻译出来 比如说英文的话 Baptize 就是了 希腊是Baptistle 对吗 Baptistle 英文翻不了 Baptize Baptism 对吗 我们中文就要考虑了 中文后来有个正义 就是经理或者洗礼 对吧 就变成一个早期期 就一个正义 中文 我们不用主意 比如说 Sabbat日 改成暗示日 Baptize 而里 就是Passover 改成逾越节 然后拉比 改成父子 当然拉比 也有保留的 所以他们看到吗 他觉得这个Sabbat 你不明白 不如改成暗示日 Passover 你不明白 不如改成这个 越越节 然后拉比 就是Rabbi 改成父子 父子其实是很儒家 对吗 孔父子 就是用中国文化去翻译出来的 有部分 有时候太一一的 后来没有用 但是按需 越越节 父子都要用 对吗 所以 不要以为是第二代 现在没有 现在影响还在 但是部分没有用 比如说 他法利赛人 他们不喜欢这个 法利赛的意义 他就说 黎素人 因为法利赛本来原文 代表是separate 所以他的黎素人 就是好像去把这个意思 讲出来 但是后来没有用 后来他转回这个 法利赛人 虽然马里顺 法利赛人用了 不一样 你发现很多 口字旁 对吧 口字旁 口字旁 其实是受南部 尤其是广东影响 因为你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懂 福建话 台语节 我不懂 我想 后天也是很多字 是写不出来的 广东话也是 广东话写不出来 我们就在口字旁 就是这个字 这是音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读一首叫 沙巴 巴索阿来 所以我如果读广东话 就是我们今天广东话 也许很多 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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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字都是我们口字旁的嘛 就是以前他们没有字可以代替 就叫口字旁 就是代表这个音 就是这个音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是早期用了这个南部的一个方法 第三 也是蛮重要的 他们用了中文原用了诀 词语去翻译圣经 想提高环对圣经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有时候他们叫这个李玛豆原则 这个 这个 Mathieu Richard Principle 是什么 讲到李玛豆 那时候他是想用上帝 不用这个天主 来一个 或者一个 这个字 因为他觉得如果用上帝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以前 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明照上帝 讲错这个 我忘记就是要这个赚重上帝 所以我都不敢不振 就是讲到很早以前 华人曾经讲过这个上帝 就是讲到这个天上一个主宰 但是对他不认识 所以他很多时 比如说你看天坛 天坛其实是没有偶像 对吗 这是一个谈 如果你去过北京 这是一个谈 对吗 所以其实他希望 他是希望华人觉得以前 其实很久以前 他们对最高主宰 其实有敬拜 但是他们不懂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 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他怕 他们来到 华人就说 我们有两千三千年历史 为什么你相信你西方人的宗教 对吗 你耶稣有多种历史 我的历史比你长 为什么我相信你 孔子比耶稣更老远 对吧 所以他是希望 华人了解 就是说 其实在孔子之前 已经有一个对天 这个崇拜 只是我们不认识 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神 用耶稣基督 跟大家 告诉大家 是什么一个神 所以李玛兔就是用一个比较华人 希望用华人文化去讲解这个信仰 第二代尤其是麦都是受马里 李玛兔影响 所以他其中一个我们常用 如果你看这一句我们可能不认识 当此与有言 而其言 还神 又其言为神 是什么 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 对吗 logos这个字 logos这个字当然是言 对吧 所以这个翻译没有错 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有道的 现在我们常认 他出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 这是神对吗 很熟 但是刚开始用道 其实是一个诗人小组译本 原始有道 其道与上帝其在 道乃 自乃上帝 其实用了什么 我们今天已经接受了 其实用了道价 这个道德经的 道可道非常道 对吗 他觉得这个logos 跟这个道价的道 可以是上年 所以他不愿意用这个言 他用了道 讲到道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 以前这个理论 就古道 这个思想 这个道理了 所以logos当然有一个 有一个意思在希腊文里面 但是如果你看到 什么时候从言 变成道 就是这个情况 不是每个文化都有啊 比如说日本 日本用的kodoba kodoba也还是言的 还是语言 所以 原来英文也是 英文也是 beginning was a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英文也是用word 所以 其实我们华人 加了这一层 这个意思在里面 你不用言 你用道 华人读到道的时候 就超越了 本来就是 讲话这个意思 对吗 原始也是有一个 道价这个事 不是说他用了这个思想 但是他用了他词语 他不是想他们把道价跟儒教 把道搞乱成基督道 他从来不是这个意思 他希望用他的字 希望他们看学比较熟悉 我明白了 我对这个道有概念 原来这个道是这个神 然后我就要看下去 所以其实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为什么后来这个上帝跟神这两个字变成一个一名字正 这是一样 英国现在是觉得用上帝这个利马道方法好 美国觉得用神比较报复 没有怎么带 为什么怎么带了 争议几十年争议到河本才结束 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 但是拿手也是同一样 其实两方面都是希望全福音 但是大家的风格这个方法不一样 第二代在东南亚 他们这个尤其是迈徒是受这个马里 利马道影响比较多 然后上帝跟耶和华两个字也是那时候开始用的 马里逊刚才讲过为什么叫神天圣数 他翻译这个叫叫Elohim 或者信用这个Theos这个字 叫神天或者神主 所以神天圣数就是神的圣数 这个意思 然后耶和华 其实他马里逊 其实主要没有用耶和华这个翻译 因为Zhohova这个字本来都是有问题的 是King King's Fruition来自的 然后米莲把这个叫神天上帝 是这个四人小组一门才第一次把这个上帝常用 上帝跟耶和华 那耶和华有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压回这个字 但是今天没有时间的 因为我已经超了五分钟 然后最后两三页就讲完了 最后为什么新生小组一本失败 因为一方面是太靠近马里逊死掉 大家对马里逊还是很尊重 然后大家受不了这个脉度是一个常识 好像又把它整个改过 也看不过他有着操持这个讲话的方法 所以他最后领导的时候 其实是马路甲这个大人在马路甲的伦敦才会反对 所以英国圣经公会觉得 如果伦敦才会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自不支持我为什么要支持你 所以就不支持这个新生小组一本 然后麦杜斯后来就自己去做这个复印方法 后来周月由郭施拉列自己去完成的 用同一个风格 但是用比较旨意义的风格 麦杜斯后来离开 后来一直到 但是他的才华大家都公认了 所以后来他先去上海开了一个墨海这个书馆 后来他们在香港举行第一次在华全教师大会 他再去重新邀请他 所以他就用这个伪办一本 伪办一本虽然整个风格是一个文言文 但是他用了他在圣小组一本的字 比如说上帝啊 耶和华的字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字才在我们的中文圣经 因为这个伪办一本影响北京一本 北京一本超大的影响了河本 影响河本 代表影响我们今天用的就叫字 最后一个好吧 我答应大家 梁法 梁法写了川世良言 也是关于这个在南洋这边 这个后来很大影响 他写了川世良言 然后他看到这个耶和华字 他就下了自己一个看法 他不用这个耶 他用老爷爷 这个和不用和 他火 他翻成耶和华 就是他梁法的字子一个翻译 这个翻译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梁法去传福音 他就审定到这个科举考试的场地去派这个川世良言 为什么要去这个科举地方 因为他以前发现 如果你派这个圣经或者救赵汉物 有时人拿走 他不看 因为他看不懂 这个扶女 用来当成鞋子 鞋底 鞋垫的 把它放在鞋子下面 所以他就觉得很浪费 所以他去这个科举考试地方 两个原因 一方面你看科举地方 看大都是一个学生的 考科举的 所以他们都懂得看得懂中文 第二 通常你考完试都 在失落时候的 你刚好考试考得很不好的 很想死的时候 你就 你为他们 派这个 这个记录家的看物 他们可能会看 他在哪边派 派的时候 派给一个 叫 红火兽的一个学生 红火兽的学生 拿到 第三次失败之后 拿到 没有看 他第四次 再考 再失败 回到家 发现原来 去年拿到这一本 看一下 他发现 这个字 神 这个字跟我原成一样 以前那个字尾的原因 所以王帝有的名字 你要改名字 如果王帝是这个名字 你要把它改掉 对吗 所以你不可能 你的名字跟王帝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 神的名字 跟我一模一样 我是红火兽 他是野火 所以他知道 是不是这个神 是我的神 然后他后来 看一看一看 组成自己的神学观 他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 红兽传 然后红兽传 就开整了 这个太平天国 那这是后话 太平天国 看着圣经 几年是 过时列的神经 所以过时列 对 新小组一本 新约 没有技术 过时列 自主发映好 周约 后来 红兽传用的 他们挑选的时候 没有用 没有用这个 马里 只可以讲到这一点 但是希望大家记得 其实第二代 他们在马来西亚 在印尼 在泰国 他们受训练 他们碰到华人 影响了第二代的翻译 然后今天我们还是用 他们在圣经 翻译上面用个字眼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谭子民博士 哇 我其实很想 早知道我们 放两个小时 或者放三个小时 我们其实还有 大概半小时时间 是Q&A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 我就很多 哎呀 其实那个part 如果可以再讲细一点 那个part 我很想知道 那个 神和上帝版的 那个争论 那个耶和华的 那个争论 还有很多 不过 我 因为太多问题了 不过我自己听了 我觉得非常精彩 真的很精彩 我没有想到就是 那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那个考量 可能是我们今天觉得 拿着一本圣经 不管是和合本 或者是现代中文一本 或者是新一本 都觉得很理所当然了 可是我们的前辈们 是很多的努力 不断的努力 那个科幻小说家 尼邝 威斯里 他讲过一句话 人类之所以会进步 都是下一代 不听上一代的话 所以才会进步的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这些前辈们 也在很努力 在那个不听上一代的话 不断去努力寻找 出路 努力寻找 可是我很 印象是什么呢 刚才 唐博士跟我们 梳理那个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这些宣教是 他怎样 为了要能够 把福音传给华人 他们 那个 那个尝试的过程 他们思考各种的文化考量 思考各种的 甚至 不只是文化 甚至包括华人的哲学 研究华人的宗教 研究华人 种种种种 甚至也要面对当时 大时代的那个背景 鸦片战争 这些 很不简单 我们今天 传福音好像都不去考量 这些东西 我们就去讲 神来世的 然后信耶稣上天堂 就算了 所以希望今天 今天这个历史的书里 给我们一些 教会一些的 反思 我们的前辈们 是很努力 走进 华人社会 在当时候 不管是在 中国的华人社会 或者是在 南洋的华人社会 来去 来去思考福音 怎么样去呈现福音 那我先抛 第一个问题 我想弟兄姐妹 有很多的 feedback 或者是问题 我先抛 抛正影音 抛第一个问题 我是想请问 唐博士 因为太多个问题 要问了 或者我想请 唐博士 帮我们梳理一下 这个 耶和华 这个争议 可以不可以 因为这个其实 对我们华人教育 很confused 甚至到今天 我真的听过有人说 耶是父子宗教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误会产生 到底耶和华这个用词 这个翻译 到今天 或者什么用词 是更加恰当的呢 来 有请 对 这个刚好我准备好 因为今天想到 可能有时间 后来没有时间 但是我 所以你这个问题 我没有 我没有跟他 这个 卸定的 但是刚好我有 这个字 有很大的误解 因为 以前 以为是马里逊的 翻译 其实不是 我看过很多 为什么 其实是来自 这个 英文的 一本的 不正确 的翻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字 是神的个人的名字 本来是一个 我们叫 英文叫 Tetragrammaton 是来自 希腊文的 Tetragrammaton 这是四个字母 这是四个原因 希伯来文 如果你从 右到左读 这是这个 YHWH 我们通常都是 这个字 如果你从 周约看 希伯来文 圣经 你就只可以 看到这个字 通常是 没有母音 所以你没有 看到这个点 这个点 就是你 如果读过 希伯来文 字 母音 这是 AIOU 这个字 是没有 AIOU 所以你 根本算是 不能把它读出来的 你不能读出来 什么办 你没去读 周约 圣经 就把它 读成 Adonine 这是主的意思 Adonine 为什么 因为他们 故意把 这个母音 拿走 因为 可能是 害怕 他们犯 第三届 不可以 网称 耶和华 你名字 你现在 比如说 英文 他们常常 Oh my God Oh Jesus 他们常常 网称 神的名字 但是 如果你根本 不懂 神的名字 怎么读 你怎么 所以 如果读不了 你就没办法 犯罪了 所以 你就把 这个 原因 拿走 这个母音 拿走 只剩下 子音 这几个 或者副音 这没办法读了 对吗 所以每一次读到 他们就都 Adonine 但是我们相信 现在我们常常会说 应该是 亚回 所以我们 大部分 西伯来文学者 因为 因为是因为两个母音 在这里 亚回 但是 当他们翻译 欧洲语言 是他们搞不清楚 他们把 Adonine 三个母音 放进去 这个YHWH 这个字 所以他们 不知道是只有两个 应该是亚回 但是他们放了三个 放三个 然后听到这个圣经叫做 耶和华 然后 在 Kain's expression 就是耶和华 或者 Johovah 因为I跟J 是同意 所以Johovah 本来是一个 问题的翻译 所以现在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几乎上都没有 几乎上都 已经最后 几乎上都没有 这个Johovah 这个字 除了 耶和华先生 因为他们改不了 他们名字都是叫 耶和华先生 所以Johovah 本来是一个错字 应该是亚回 所以其实 不去还圣经 翻译的一个 不可以 不可以说是翻译问题 是翻译错 用错英文圣经 所以现在 但是我们很难改 因为比如说 我们最喜爱的经文 比如说 C片第23篇 耶和华 是我的母子 因为大家念惯了 所以很难改 但是如果 你看部分 现在一本也是 他们只用组 组是一个 当年 如果你看 北京一本也是 因为北京一本 其中 旧约部分 是一个 四月式 翻译的 这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 犹太人 这个 美国 指的犹太 这个牧师翻译的 所以它是 从赖比学校 出生的 所以四月式 他懂西伯来文 他知道这个字 不应该读到 就over 所以如果你看 北京一本 北京一本 没有用 叶和华 北京一本用 组 就是这个原因 没有开声音 对不起 对不起 一下子没有开 谢谢唐博士 这个讲解 我想我们今天 比较 正确的 刚才唐博士说了 凡是在我们 中文 一本里面 提到 叶和华 这个用词 大概就是 要记得 他是提到 组 或者 有些一本 用上组 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看到 chatbox里面 开始有 弟兄姐妹 开始发问问题了 弟兄姐妹 我已经开了 大家的 这个麦克风 如果你觉得 需要 开麦克风 来交流 是在 发问问题 不是来讲 另外一堂讲座 情况之下 你可以开 等一下 不过现在 已经有第二个问题 是有关 和合本的 那么 和合本 是因为和合本 对我们华人 就真的影响 太深远了 和合本 是在 是第几代 这样算在 那个翻译圣经里面 和合本 我会像 第四代吧 或者是 怎么样 第二代 对 如果是 伟伴一本 跟 北京一本 他们说是第三代的话 和合本 算是第四代吧 但是很小 去形容 但是 因为合本 翻译完以后 已经是 二十世纪出了 所以 那时候就是 可以算是第四代吧 但是这个 不太重要 这个几代 所以第一 第二代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后来因为 比较多不同 译本出现 所以很小 说是 第几代 那个 想法 好 谢谢 那这里有第二个问题了 就提到 那请 请问唐博士 你对新一本 现代中文一本 还有前几年出版的 这个当代一本 有什么看法呢 有什么不处 或者 如果你看 最重要是看定位 我在 第二本书的 《权威与战方》里面 讲的最重要是定位 因为新闻三间定位很重要 定位是什么 这质疑跟意义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所以每个翻译都要好 比较不好 如果用意义 你看得很清楚 很简单 但是给初心的 或者给这个 比如说儿童 他们看得比较好 比如说The Message 你可以看到很多 但是如果你是神学生 要明白这个原来的意思之后 你就用的比较直译 所以英文圣经 比如说 在中间的 比较 不太 不太直 就是NIV那一种 或者最近的 ESV那一种 比较直译的话 就是NASV 或者一个 Interlinear 或者King James 就是比较直译 比较意义 就是刚才讲过 The Message Living Bible 那一种 中文圣经 我们很少去写个翻译 所以我在我的书里面 其实就希望 华人开始懂得这一点 我的重点是 没有一本是最好 因为每一本的定位不一样 但是你要明白 它的定位 才可以把它看清楚 对不起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展到 整个圣经翻译 但是好快 只可以展它定位 新一本跟合本差不多 合本是比较靠近 意义的 我觉得 但是没有好像 现代中文一本 跟当代圣经 那么那么意义 它另外两本 是比较靠近意义 就是它比较通胜 但是很多字时候 它没有按照原来的字眼 或者字序里面 就够哪里面去翻译出来 合本是比较中间 新一本跟合本 其实差不多 最近如果你有机会 碰到比较新的几个译本 比如说新汉语译本 或者是一个 《环球圣经》译本 它们这是比较新一代的 就是比较直译 然后用上很多的注释在下面 如果你打开这个 天道出版的《环球圣经》译本 下面传都是笔记这个注释 新汉语都有 最直译的还是《女真宗》译本 如果你要找一个很最直译 就是按照原来的字眼 或者具够的话 《女真宗》译本 尤其是1946年 《女真宗》的《新约圣经》 第一个版本 很直译 很有趣 将来希望有机会跟大家讲 但是如果要定位 我觉得大家都好 但是要知道 如果我看直译的 我就可能看得不顺 有时候就不明白 但是它是按照原来的原来字 如果我看得很盛 很多时候这是意义了 所以有好处有不好处 大家都 好 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 不过唐博士可以先把PPT拿下来 因为在Facebook直播上 那个PPT会很大 人像就比较小一点 这里有下一个问题了 是有关刚才提到 马里逊他们都有参考的 巴士译本 巴士译本是不是最早期的中文译本 为什么马里逊他们还要再翻译呢 请问 巴士译本算是一个最完整的中文译本 对 因为天主教早期虽然有很多 有很有能力的 懂中文的这个存照是很多 但是天主教一直以来这个做法都不是把整本圣经翻译 因为他们觉得你看懂圣经不是最重要 你最重要是懂得怎么去做天主教徒 对吗 你懂得去在教会里面去敬拜 你去跟神父告诫 所以很多是关于天主教徒的生活方面的书 很小 然后教廷也不愿意 因为教廷还是觉得 摩扎大这个译本这个报给这个赖定文是最传位嘛 虽然不是原文 但是他天主教的原文都是最传位 所以任何翻译都是次等的 为什么我要 但是巴士是很特别 巴士是法国人 他到西村那边 他都觉得我碰到不是知识分子 我碰到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 我希望去跟他们讲福音 所以我是希望用那个比较痛顺子 所以巴士是第一本翻译 天主教也是 一期00到1400次 1400次的人肯定翻译完 因为他已经死掉了 然后为什么他们要重新 其实之前他想过不翻译的 因为他在马里逊到中国之前 大英圣经公会已经发现有这个版本 在大英博物馆 那时候曾经想过 去把它重新 就印出来 第一有几个问题 第一他知道是一个天主教译本 然后当时候懂中文的不多 所以他怕如果直接把它打印出来 会不会有天主教元素在里面 所以他有点不想 第二是他翻译版本 这个弹性很小 因为很白本 如果他哪时候算过 如果要整本就是把它服印 用印刷的话 花会很多钱 因为你没办法去调动这个字 把它写得密一点 所以没办法 所以如果 周把他出版的时候 费用很高 第三个是他因为不完整 因为他只有到这个 西伯来文第一章嘛 所以没办法 所以马里逊的抄 马里逊刀其实中国第一个出版的 其实是喜图行转 就是用了他的八十一本 完完全全去把它印出来 改动很小 也有同一个问题 这是很贵 这个花费用很多 然后他的字去把它 当他中文比较好 就参考 然后再重新翻译出来了 对 好 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这里在chambox里面有提到 圣经有很多图画式的字词 中文圣经无法体现 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理解 这些图画字词呢 不晓得这里指的图画字词 是指哪一方面 对 图画字词是什么意思 我想清楚知道 可以不可以 请这位家民解释一下 什么叫图画字词 或者是 你是不是指图像思考的画面 例如 我们说温柔的人有 温柔的字 中文圣经翻译成温柔 但是实际上 这个温柔 其实 它是有更图画式的形容 或者图画式的字眼 是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温柔 但是原文实际上 这个温柔这个字 如果按图画式 它是有人解释说 它像一只野马 它有它的野性 但是它因为愿意顺服神 它把它给降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其实圣经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所谓的图画式的字词 我从圣经翻译的立场讲吧 圣经有比如说 有讲到比如说犯罪 就是一个泄不中红性 对吗 我常常全福音是讲到用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 所有字都有它的字意 都有这个etymology 所以它本来它的 比如说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字的意思 不代表这是原来这个图画 我意思是什么 这个字本来开审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图画 这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我们就理解圣经 我们拿出来 比如说这个 谢不中红性 贼令 我们好像给我们多一点这个体会 但是其实真正去看那个字定义 其实不是一个我们最好的定义 因为如果你看原文 其实很多意思在里面 你打开一个字 有很多很多意思在里面 你打开随便一本 这个原文字 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一个字可以有很多这个意思在里面 其实最重要明白这个字意思 不是回到这个最有原始的一个定义里面 最重要是看当时那个说者 有怎么用的字 所以在圣经研究 我们做这个原文研究 最好的方法是 比如说保罗用这个字 他在其他书信里面用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把这个意思拿出来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很难 所以我比如说我讲中文 中文我们很多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比如传道 或者世界 世界 比如说我今天我们保罗 比如说你看中文圣经 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查其原 世界其实是佛教字 这个界 这个是 对吗 我们所以我们那个图画是佛教的 对吗 但是肯定在中文圣经用的时候 不是一个佛教的意思 是一个很基督教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回到 图画 我觉得有点 我们可以讲到有点帮助 但是最重要其实不是 最重要是作者怎么去用这个字 这个字定义 在哪本书 是什么定义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所以新闻大家 我知道有时候讲出来 大家很有兴趣 这个很好 给我很多提示 但是我有点抗拒 我是从一个翻译员 或者从一个原文老师的角度 因为我知这个字有很多意思 最重要还是找到保罗 在这里用什么意思 或者路加 在他福音里面用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去一个原意 是今的最重要的方法 谢谢唐博士 其实劝博才有一些问题 不过我想刚才 在唐博士的回答里面 都已经有谈到了 不过就不重复了 我其实还有一个 最后的最后的一个问题 是想请教唐博士 不晓得中文圣经 接下来的那个 翻译的那个趋势 就是还会陆续 有什么样的译本出来吗 或者那个翻译的考量 是怎么样 作为主持人 有这个最后的最后的 一个问题的权利 OK 好 来请唐博士 我想最近一个趋势 是一个我们叫这个 Net Bible 这是New English Translation 这是Net Bible 这是他们放在网上 然后就是完全是免费的 这个Net Bible 这个叫网音圣经 网音圣经去影响 我觉得最近这几个版本 网音圣经的特色 是比较直译 比较直译 然后它加很多注角 因为它只要直译 你看都不明白 它说我加很多要你看 所以网音圣经最有名的是 它加了应该是六万多个注识 所以你好像是看一个注识书一样 现在确实都是比较直译 但是加很多这个注角 让你看都明白 所以它的影响 尤其是影响环州圣经译本 也影响新汉语译本 也影响中文标准译本 所以三个比较近代的 现在只翻译好信约部分的 只有大一版本都影响 我现在期待去看到这个新汉语译本 就约完成 因为通常十多年都完成了 新汉语译译本信约是2010年做好的 所以现在差不多时间它做好这个就约版本了 所以这几个版本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这个网音圣经 也翻译过网中圣经 叫Chinese Net Bible 在网上可以下载的 我忘记是哪一个网站 但是可以查一下 Chinese Net Bible 就是New English Translation 但是也用了这个Net字 代表是网上可以拿到 是免费的 网中圣经 它就是中文翻译 也是把所有注识翻译出来 如果大家找不到 可以问修传道 我就可以把网中圣经 我的版本传给他 大家可以 他可以发给大家 传送是免费的 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方法 这是很多很多注释 但是用比较直译方法 希望大家明白原文的意思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资料 去帮助你明白原来的意思 我听了我都很期待 意思是说现在中文圣经接下来 还有这方面的翻译的发展趋势 让我们可以更加贴近现时代最新的研究 如果唐博士把那个资料发给我 至少那个link发给我 我会放在神学院这个唐博士讲座的那个直播下面 那么大家就可以在那边看得到了 好 不可以再一句话吗 不可以再一句话吗 其实现在最重要是不是翻译员的努力 其实有很多 河本也有河修本的 河修本也是2010年出现 河修本其实改过河本很多 以前翻译的不好的地方 因为河本已经是一百多年的老一本的 对吗 现在最重要是新途改变不了他们看圣经方法 就是觉得一本河本就够了 为什么要跳这么多 其实很多人在努力 这是河本 圣经工会也在 如果只要你找到河修本已经有改动很多 然后也多加了很多注释 所以除了我刚才讲过这个一本 你看这个河修本都可以 是 我想唐博士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勉励 很多人为我们做了那个工作 信徒不读圣经 反正买来有什么用 信徒对研究圣经 没有一种更和睦 更深入 更仔细 更加希望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更加贴近当代的需要的这种追求 求求帮助我们 今天这个讲座不是单单讲历史 因为看了历史就提醒我们 当年一直到今天 多少的前辈 多少的这些学者 在为我们可以更明白神的话 更明白神的旨意来努力 谢谢大家出席今天的讲座 谢谢唐博士 我想请问唐博士 你现在那边几点 现在九点半 九点半 还好 晚上九点半 晚上 还好不是太晚 我这里一个报告 我们今天就要差不多要结束 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讲座了 我放一放我的powerpoint出来 那各位 怎么弹出来 在 即将来临 5月21到23号 还有6月4号到7号 我们就有一个 网上的这个Zoom的神学课程 是由我们的张俊明博士 来为我们讨论 人论和圣灵论 这两个课题 其实在教会里面 也有争议 或者常常是搞不懂的 所以盼望透过这个课程 可以让我们更理解 从 什么叫做人 到底人是什么 人的定位是什么 或者我们怎样来理解 圣灵 除了灵恩非灵恩 还有什么角度可以理解 我们怎么样可以顺服圣灵 怎样可以认识圣灵的工作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把这个画面print screen下来 或者你可以直接联络我 012-6599-898 或者你可以直接email给我 你收到这个Zoom link的 这个email就是我的email 你可以直接通过email来联系我 或者直接whatsapp给我 012-6599-898 好 谢谢大家 再一次要感谢 唐博士为我们 千尝万水 在隔着这么远的地球的另一端 来跟我们讲解 这个很精彩的课题 谢谢唐博士 谢谢大家 我们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大家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